嘿,大家好,我是杨上 这一次介绍京都北部海的京都伊根州屋的旅行 我们从京都北部的天桥里搭了公车约一个小时到达这个渔村 我们也从京都府的宫京市移动到了京都府的宇谢郡伊根丁 一到州屋区呢,我们立刻入住当天的房间 打开天桥里买的螃蟹、便当以及鸡肠露露了 吃起来呢,非常的新鲜香甜的白米饭 跟这个香喷喷新鲜的螃蟹吃起来相得益彰 这边就是著名的沿海而建的州屋 这些州屋呢,为停放渔船的沿海小屋 在以前,渔夫们就在这个州屋工作,并且住在靠山的母屋 这样的景观呢,保存到了现在,变成京都北部沿海地区的知名的观光景点 我一到州屋呢,就发现,哇,这边的海水特别的清澈 可能是因为这边的海岸是岩石的海岸有关 宁夏的夹带量比较少 因此站在岸边,就可以看到海里面的牡蛎啊,贝类啊,海胆等等 而在天空上呢,也飞了很多的海鸥跟老鹰 是一个保存人类传统经济活动,以及自然环境的美丽渔村 来到对面这个小丛林,还挺可怕的 到了第一天呢,是阴天,这个有点云雾缭绕的感觉 在浅浅看过夕阳之后呢,我们就回去睡觉了 因为渔村嘛,很多东西都比较早关 第二天,天空放晴了 湛蓝的海水与天空,跟第一天不一样 赋予渔村满满的活力 醒来就前往渔村的市区观光以及吃午餐 这个市区有观光协会以及许多餐厅聚集在这里 那沿途呢,也有咖啡厅 一杯咖啡的价格落在台币100元左右 我们前往去吃一家鱼狮 也就是渔夫直音的餐厅 有生鱼片啊,炸海鲜等定食 价格落在400到500台币之间 我因为不太敢吃剩鱼片 点了炸竹甲鱼跟炸虾定食 可以吃到新鲜的鱼肉以及虾肉 我觉得刚炸出来这些吃真的是可以说我这一生吃过最好吃的那个炸竹甲鱼了 阿鸡弗莱 在饱餐一顿后呢,前往伊根州的观光中心 有很多的纪念品 明信片等等 也有贩卖当地的农特产品 蔬菜啊,鸡蛋等等 在观光中心前面呢 有许多介绍这个地方的牌子 可以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 以及你正在日本这个京都的何处 还挺有意思的 穿越了观光中心 再往前走一点 可以看到一个咖啡厅与餐厅的这个集合地叫周屋日和 在这里呢,可以喝着咖啡 吃着蛋糕 看着美丽的日本海 与海鸥老鹰一起享受大自然的景观 还挺好的 而旁边有一个阶梯可以往山上去 从高处展望整个伊根州屋群 看到周屋整齐的排列在海岸边 这个绿树与海水的景致让人忘却了烦恼 展望处呢,也有很多地方卖纪念品 也有餐厅 那这个季节刚好也有杜鹃花步道 还挺漂亮的 逛着逛着,我们差不多要离开这个美丽的渔村啦 伊根州屋有着美丽的海水 岩石 松树 海胆 海鸥 牡蛎 老鹰 在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地方 推荐大家有机会 一定要来自己亲身一探究竟 我是杨上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